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于反腐提出的一个要求是苍蝇老虎一起打 中纪委的反腐时间特点则是周一拍苍蝇,周末打老虎 本月初,周永康一案被选在周末零点公布,就能反映出这一特点 可是两周之后,新华社选择在星期一晚上发布另计划涉嫌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 则标志着周一拍苍蝇,周末打老虎的规律被打破 有关另计划出事的传闻已经有很长时间了 可是人们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在兄弟先后落网,妻子拒传被捕,养子出走美国之后 这位前中共大内总管终于千呼万唤使出来了 另计划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2月13日中共中央统战部的通报会上 那天的会议就是由另计划主持的 两天之后,中共党刊《求是》杂志刊登了另计划的署名文章 这篇关于民族问题的长文是另计划的名字 在公开媒体上最后的正面亮相 另计划在此文中至少16次引述习近平的讲话 即使如此,在另计划被调查的消息公布之后 《求是》杂志还是删除了这篇讲话 就连转载该文的网站也毫不留情地将这篇文章删除 事实上,中共宣传机构对有关另计划事件的报道加大了审查力度 真理部向各媒体发出指令称 另计划相关内容需严格遵守宣传纪律 不自行炒作,严格控制网上评论 经常发布大案要案独家新闻的财新网的报道 带有某种风向标性质 可是,该网站日前发表的另计划转折一文 也被莫名其妙地删掉 好在知名媒体人罗昌平早已把该文转贴到新浪微博保存 正在接受调查的另计划 目前仍然担任中共统战部部长 值得观察的是 尽管统战部官方网站里领导之窗网页上的另计划照片 已被换成副部长张义炯的头像 但如果在这个网页再点击一次领导之窗 就会出现有关另计划的简介 另计划曾经是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的得力助手 担任过中央办公厅主任 这位大内总管或二号首长 在中共十八大之前突然失事 据纽约时报报道 另计划失宠的导火索是2012年3月18号凌晨 发生在北京的一场恶性车祸 在那场车祸中 另计划的独子令谷当场丧生 而他驾驶的法拉利跑车内的两名年轻女人严重受伤 其中一人一个月后神秘死亡 据财新网的另计划转折一文介绍 为掩盖儿子死因 另计划与当时的政法系统负责人 达成了某种政治约定 但这个约定随即败露 另计划的政治道路由此逆转 而据海外媒体的报道 另计划与周永康、薄熙来和徐才厚 结成了一个新四人帮 周永康试图让薄熙来和另计划 在中共十八大进入政治局常委 并将另计划安排为中共最高领导人 看来结成捧党 企图政变也许是另计划的最大罪状 下面我们就来看一下 网民对这一事件的评论 一位网民调侃说 原来我不相信党员是特殊材料做成的 现在我终于相信了 儿子两年前死了 兄弟半年前被抓了 但他依然像机器人一样 按既定程序正常工作 没有愁容、没有白发 既不引就辞职 也不投案自首 更不选择自杀 而是平静地等到成为头号新闻人物 坚持把党的任务干到最后一刻 网民胡勇总结道 一记耳光断送了博家 一场车祸轻负了另家 中国政治走到21世纪 竟然还未走出宫墙 可叹、可悲、可比、亦富可怜 网民京都探花说 新中国第一高级黑 令计划老爹、方针、政策、路线、计划完成 这就是那个老爹给令氏五兄弟取的名字 现在他的孩子几乎全部犯错进去了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我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路线、计划完成 是有问题的 错误的 这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啊 网民北京一哥发推称 这应了刘胡兰那句话 共产党人是抓不完的 前华东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张雪忠指出 人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今天正在反腐的那些人手中的权利 和那些被反的人曾经拥有的权利 性质是完全一样的 一样没有约束 一样专横暴虐 一样容易腐败 如果未来掌权的人 对今天在位的人不满 后者同样可能会被整得身败名裂 而要走出这种野蛮 残酷和黑暗的恶性循环 必须与宪政民主体制 取代当前的一党专政体制 使政治权利受到可靠的制度约束 唯有如此 中国的政治才能步入现代的文明的轨道 以上就是这期火墙内外的内容 期待与大家在火墙内外的Facebook Google Plus和Twitter网页 进行更多的交流和互动 VOA卫视记者江河海伦 华盛顿报道